鳳凰木在香港都算多普遍 在夏季不知不覺來臨 送走了春天 而木棉樹上也掛滿了棉花 可能大家會在街上看到棉花飄下飄下 炎炎夏日就是鳳凰木盛開的季節 特別是鮮艷的紅色和綠色 被譽為世界上最色彩鮮艷的樹之日 在一些成熟的社區就會見得多些 但在一些新的社區就會比較少見人 樹身邊可以比較高大 一般都是遠距離空想 大家可以找找一個天橋位 就可以近距離接觸 印象中大埔區就比較多 綠綠大紅看上去就非常舒服 風吹的時候也有一種飄逸 最吸引我的就是彎彎曲曲的樹角 另有一番滄桑的味道 原來鳳凰木生長就很煩 但也很容易受大風吹 而且多個福建人也偏洋 難怪在家外看到的都是比較曲折小色的 倉敬的筆 可能是每一棟曲折位都是生命的環牆 在打風的時候很多大樹都連根筆是 生命其實是平坦的 樹和人的路都不一定平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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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好 感谢观看